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就是跟大家约定好的master bathroom tour 我们先来看看它装修之前长什么样子吧 在开始before tour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户型图 这位是卫生间原来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本来呢它是有分成外面这一个pantry 然后你再从卧室的那个门走进去之后再向左转呢 就来到了卫生间 然后卫生间呢右手边是一排vanity比较长 然后已经很旧了 地上用的是跟卧室什么都一体的那个地板 然后呢左手边就还有另一个pantry 就相当于有两个pantry 一个朝里一个朝外 然后再进去呢是单独的一间 左边是马桶 右边是淋浴 淋浴的面积呢也比较小 就是刚刚够几个人这样子 窗户外面的景色呢还不错 但是窗户本身是磨砂玻璃的 就是阻挡了外面的景色和光线 现在我们回到就是之前的户型图 可以看到这个之前的卫生间呢是被隔成了好几个区域 就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体感 就所以说感觉空间非常狭小 另外它是干涉分离 就是从那个vanity那一个区域到淋浴和马桶间 其中是有那个门和墙隔开的 就显得不是很通透 另外还有就是它有两个额外的橱柜 我觉得有点过多了 我想用来做那个浴缸用 在新的户型图中 我大大的扩大了淋浴的面积 把原来的40多寸的长度改到了60几寸 另外呢我还引入了浴缸 浴缸呢占用了原来的双台盆的位置 因为我比较喜欢浴缸和淋浴在同一边 双台盆呢就挪到了原本是两个零散的橱柜的位置 我选了一个72寸的台盆 马桶的位置还是不变 台盆和马桶之间呢还有挺大的空档 我就买了一个小推车 欢迎来到我的主位 这是站在入门的地方 给大家先来一个overview 我的主位没有窗帘 然后它也没有门 没有窗帘呢是因为这个外面 就是也没有人能看得到 没有门呢是因为我们之前住的 全新的townhouse呢它就是没有门的 就是这样一个门洞 当然我以后如果改变主意了想要装门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都是标准的宽度 我们现在觉得就是没有门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因为有门我们也是不会关的 好这就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整个的look 好那我接下来一部分一部分的仔细讲解一下吧 所有的产品信息和价格都会留在下方 先来说一下我整个卫生间用到的食材 我所有的墙面砖 浴室用的砖和地砖 包括vanity的台面用的都是一个叫做white carrara的marble 就是大理石 这种大理石呢是冷色调偏蓝灰色系的 比较现代一点没有那种黄色系大理石很老气的感觉 价格也相对合适一些 浴缸是来自NK这个品牌 在Poslonosa买的 这款浴缸是他们家的City系列的 是比较偏现代modern的风格 我很喜欢它比较简约的线条感 回忆的遗憾是 我觉得这个浴缸我选的可能还不够深 水龙头是Rimmer 这部分的瓷砖没有贴到底 因为上面可以挂一些画和毛巾架之类的 好接下来看一下淋浴房的部分吧 玻璃是定制的特别透明的版本 淋浴房的墙砖和地砖 也都是white carrara的 现在推门进去看一下吧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放shampoo的盒子 地面用的是六边形的white carrara的马赛克 单价要30多美金一尺 大家可以看到我所有砖块的边缘 比如说shampoo box和墙的边都没有金属包边 因为天然的石砖是可以用bonos工艺包边 淋浴房的水龙头组也是来自Rimmer 所以它和浴缸的水龙头组是配套的 都是一样风格的把手 我还是很喜欢我选的这个extra clear的玻璃 一般如果你不选这种神级extra clear的话 这后面的砖就会看上去绿绿的 半独的矮墙我平时用来放ipad 我在洗澡的时候看视频用 马桶和坐便器都来自total 我会把那个型号放在下方 我买的这款是不带烘干功能的 会比较便宜一些 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够了 非常好用 旁边有一个空档 我就是放了一个target买的小推车 上面有一些清洁用品 大家忽略一下 就是这是我平时的样子 我也没有特别stage过 上面有一个ipad 大家懂的 洗澡的时候用的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vanity 这个是72寸长度的 是double sink 这个是一个组合一起买的 我会把型号链接放在下面 就是说它的台盆 大理石台面和橱柜都是一体的 过来的时候就有 只要去购买那个水龙头就可以了 哦 还有镜子也是一套的 就非常的方便吧 上面的灯是额外买的 我也是特地跟那个水龙头什么 配了一个chrome finish的灯 这个vanity的质量比较一般 但是功能还挺实用的 就最下面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抽屉 可以放面膜啊什么 然后这儿有一个柜子 是可以放比较大件的 然后右边 这四个抽屉其实是三个 最下面两个呢 合起来它是一个抽屉 是可以放比较高的shampoo啊 什么那种特别大的瓶子 右边也是对称的 所以基本上就非常实用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特别喜欢 white carrara这种大理石啊 就是它是比较偏冷色调的大理石 vanity的旁边一定要留足防水的插座 就非常的重要 我之前在课位分享里面也提到过了 还有就是毛巾架 地面和墙面呢 我使用的是同一款大理石砖 只不过墙面用的是抛光的 地面呢用的是哑光质地的 防滑性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面积不是特别大的卫生间 设计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hardware的finish要统一 就比如说我的卫生间全部都使用的是 chrome finish的hardware 就算是从定制的淋浴房到水龙头 各组水龙头一共四组 还有毛巾环啊毛巾架呀 就全部都是chrome finish 哦还有灯 这样子呢看起来就非常的统一 非常的搭配 那我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问我 我也会在信息栏放很多产品的信息和价格 感谢一直以来关注订阅我的小伙伴 希望我的频道对于你们有帮助 我也会发更多装修干货视频的 下次见咯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